女孩的手机不小心从六楼掉了下去 下一秒竟穿越了时空 结结实实地砸在一百年前的这个男孩头上 突如其来的东西让男孩很好奇 眼前这个方方正正的东西 他从来没见过 于是只好带回了家 可没想到 晚上的时候 这个东西竟然发出了声音 原来是女孩打来的电话 他希望男孩可以把手机还给自己 男孩慌乱中一通乱案 竟然无意间接通了电话 就这样相隔了一百年的两个人 第一次产生了交集 命运的齿轮也开始了转动 虽然女孩索要手机的语气一点不好 但是十次郎还是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女孩 第二天 女孩便按照十次郎给自己的地址 找了过去 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叫十次郎的人 女孩想要打电话过去询问十次郎 却发现怎么也打不通 于是笃定了十次郎就是个骗子 到了晚上 女孩意外地打通了电话 女孩正想破口大骂 可十次郎却抢先一步 为自己上一次的措辞道歉 本来以为可以缓和的关系 却在未不提出自己去十次郎说的地址 并没有找到十次郎的时候 两个人的又变得有些剑拔弩张 十次郎再三强调 他一直都住在这里 听着他不像撒谎的语气 女孩想到了自己书架上关于虫洞的书 试探性问十次郎 十次郎 告诉女孩他这边是1912年4月16日 而女孩这边则是2008年的4月16日 听着如此荒谬的话 十次郎自然是不相信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女孩告诉他 明天泰坦尼克号会沉默 这件事一定会上报纸的 还是不相信的十次郎匆匆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妹妹竟然真的拿着 报到泰坦尼克号沉默的报纸 来找十次郎 这下十次郎不得不得相信 女孩真的来自未来 为了方便与十次郎联系 女孩买了一个新的手机 并把自己之前的手机号 备注上了十次郎的名字 晚上出门买东西的女孩 看到皎洁的月亮 突然想到自己每次与十次郎通话 都是在能看到月亮的时候 于是他就尝试着拨了过去 没想到真的打通了 另一边的十次郎 也一直在等待着女孩的来电 他第一时间接起了女孩的电话 虽然对这一切 还是有点不可置信 但是两个人 对这场跨越一百年的沟通 还是很快地接受了 十次郎对未来的生活很好奇 尤其是在看到这个 没有电话线 就可以打电话的物体 毕竟在他那个时代 也只有夏木老师那里会有电话 夏木老师是一个聪明的作家 听到夏木老师女孩问十次郎 是否是夏木数十老师 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后 两个人聊起了夏木老师的作品 女孩告诉十次郎 在几年后 夏木老师会发表一个新作 就是那个新作 让夏木老师一举成名 也成功奠定了夏木老师 在文学界的影响 听到这个消息的十次郎也很激动 他之所以会选择当夏木老师的门生 也是希望能够发表自己的小说 成为一个能传世百年的作家 于是他问女孩 是否读过自己的文章 自己是否成功了 自己的梦想是否实现了 女孩也答应了他 会去帮他查询一下 女孩告诉十次郎 自己名叫魏部 就这样 两个人的关系拉近了很多 他们聊着彼此的梦想和烦恼 可很快手机的信号变弱了 细心的魏部发现 原来每次月亮被遮住的时候 手机信号就会挂断 为了继续与十次郎交流 魏部便叮嘱十次郎 记得把手机关机 等月亮出现的时候 再把手机打开 自己到时候会跟他联系的 次日魏部去图书馆 想要去查询十次郎的作品 可怎么也查询不到 而这个结果也预示着 十次郎根本没能成为一个小说家 于是他找到了妈妈的新男友 他是出版社的编辑 在魏部小的时候 爸爸去世了 他一直跟着妈妈长大 一直到现在 妈妈在跟这个男友在一起 妈妈一直想要跟男友结婚 可是魏部却觉得 妈妈如果再婚了 就是背叛爸爸背叛他 所以一直很排斥这个 将要成为自己继父的男人 但是为了十次郎 他还是来找了准继父 恰巧准继父手里 有一个夏木老师门生的名单 可里面却没有十次郎的名字 准继父告诉魏部 如果这个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 意味着十次郎一生 都没有发表成功任何作品 因为哪怕他 发表过寥寥几个词 名字都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 魏部实在是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另一边毫不知情的十次郎 又一次拿着自己的作品 来到出版社 不出意外的 依旧是被拒绝了 社长提醒十次郎 写作不要一味的模仿 要有自己的风格 那样才能打动读者 回到家的十次郎 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 写出自己的风格 他看着桌上的手机 想到了魏部 于是心中有了成算 月亮也如约出现了 可魏部的电话 却迟迟没到来 焦急的十次郎又一阵鼓道 竟然真的把电话拨了出去 本来正在忐忑 怎么告诉十次郎真相的魏部 这下子更是纠结了 可没想到 十次郎竟然并不想知道了 只有未知的未来 才可以让人充满动力 他希望靠自己的努力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十次郎坦然地表露了自己的想法 也让魏部松了一口气 两个人开心地交谈着 而今天的谈话 却被魏部母亲的提前回家而打断 魏部来到门口 魏部的态度让母亲很伤心 不带母亲解释 魏部就回到了屋里 此时十次郎再次打来了电话 细心的十次郎 察觉到了魏部的心情变化 他告诉魏部 自己可以做一个倾听的人 于是魏部就告诉了他 自己的想法 原来他并不讨厌准继父 而是因为怕母亲再婚了 自己就是孤独的一个人了 十次郎听着魏部的话 安慰魏部 即使是自己的父母 身为孩子的我们 也不应该独占他们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母亲也是个女人 她需要自己的依靠 就像她一样 难过的时候 不也是想要一个倾诉的对象吗 就这样 十次郎解开了魏部的心结 两颗年轻的心 纵使相隔一百年 但是也因为这些有温度的言语 越来越靠近 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 十次郎提议他们 可以利用昼月 在白天进行一场约会 所谓的昼月 就是月亮在白天出现的日子 在确定好昼月的时间之后 他们的第一次约会 也终于到来了 两个人通着电话 魏部走出了地铁 而十次郎走下了电车 虽然他们不在同一个时间 但是听着对方电话里的声音 就好像他们在彼此身边一样 他们同时到达了松本楼 这是一个百年建筑 他们两个都点了一盘咖喱饭 并且同时上菜了 即使没有手机的时代 十次郎看起来像自言自语 可是他却丝毫不在意 身边人诧异的眼光 全身心地投入这场电话约会中 他们就好像在彼此的身边 吃完饭两个人走在同一条街上 意外发现了一个百年老店 十次郎准备送给魏部一件礼物 于是他在店里买了一个镜子 还给了店家很多钱 并且告诉老板 百年之后 会有一个叫魏部的女孩过来取 希望老板可以好好保存 之后魏部走进店里 忐忑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店家赶紧喊来了自己的奶奶 原来这个奶奶就是那个老板的女儿 就这样当年的小女孩完成了自己承诺 魏部小心地打开这个跨越百年的礼物 镜子上面写着两句话 纵使时光相隔百年 仍敢你心尽在咫尺 这份跨越百年的告白 终究是热恋又直白地传达给了魏部 他给十次郎回了电话 那边的十次郎 恰巧在和年幼时的老奶奶说话 老奶奶名叫七海 为了感谢七海 如约帮自己保存镜子 他让年幼的七海和未来的七海 进行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话 而在对话结束之后 七海却很激动地对十次郎说了句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月亮也将要消失了 也得益于这场约会 让十次郎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意识到了写小说 一定要先感动自己 才可以感动别人 而魏部也被他的执着打动 相信努力是可以改变未来的 所以他告诉十次郎 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 所以无论如何 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本来以为他们还有很久的未来 可是十次郎的手机确实提示电量低 魏部只好让他快点关机 并且约好了下次联络的时间 回到家的魏部告诉母亲 自己同意他再婚了 因为他可以理解母亲了 也希望母亲拥有自己的幸福 并且还主动约了母亲和继父一起吃饭 另一边的十次郎 也完成了自己的新小说 次日魏部又来到了之前穿越过的楼梯 把充电器扔下 希望能够再次穿越 可是事实却事与愿违 在与继父见面的时候 继父拿出一张报纸 告诉魏部 夏木先生确实有个门声 叫十次郎的 但是因为救人溺水身亡了 所以并没有作品发布 魏部听完赶紧拿过报纸 发现溺水日是1912年4月21日 恰好就是十次郎的今天 他也顾不上眼前的饭局了 慌忙冲出去给十次郎打电话 十次郎被魏部的话弄得莫名其妙 没办法的魏部只能告诉十次郎 他今天会因为救人而溺水 而救的那个人 就是镜子店的小女孩七海 可知道真相的十次郎 却没有退缩 面对十次郎的质问 魏部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这次的十次郎想起来了 上次七海的那句谢谢 并不是感谢十次郎给予自己通话的机会 而是感谢救命之恩 即使知道了结果 十次郎还是不顾魏部在电话那头的哀求 毅然冲向了河边 放下了自己手稿 跳下去救了七海 冲向了他既定的命运 魏部来到了那个河边 发现了河边的角落里有一个小的石碑 上面刻着 纵使时光相隔百年 仍敢你心尽在咫尺 看到这句话 魏部再也忍不住了 他知道他彻底地失去了他的爱人 一年后 继父带着魏部来到了十次郎后人的家里 在祭拜完十次郎之后 得知魏部名字的十次郎的后人 拿出了十次郎的小说手稿 而小说名字就叫做 步行于未来的少女 继父看过手稿之后连连称赞 可是在他看到名字的时候 意识到了这本书的主角就是魏部 后来魏部和继父把这个手稿寄给了出版社 出版之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就这样魏部帮助十次郎 在百年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魏部再次来到这个河边 他还是再次拨通了那个 再也无人接听的电话 魏部终究收到了这封时隔百年的情书 话音落下 魏部猛然发现 昼月竟然再次出现 或许十次郎也收到了这封回信吧 正如那句话所写 纵使时光相隔百年 仍敢你心尽在咫尺 全片完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电影 记得点赞订阅收藏哦 我们下期再见